继续来看是嘉义治疗美食官 在这日前基板对自控日资到自知日资 参加嘉义公衆作为来创新的活动 要车列市民来到500年历速的嘉义公衆创新 以为别记录当下上上未来 嘉义市场不用被告带任这次活动平行的丹帖 入无形合影信方三位为家 作为来到嘉义公衆观摩参加 华东的技术和营甘中所看到的嘉义公衆 嘉义公衆市立美食官22222站 以200年后的时间是未来 美食官日前特别在嘉义公衆基板创新华东 现状亲超过的百人亲自共同交通创新 跟一条美国也特别到三位为家 陈泽 叶茂雄 影庆方老师 特别来到嘉义公衆 参观大小朋友心目中的嘉义公衆 一条美国表示 嘉义公衆背叛很多次是人心中 才有他的当年会议 每次是人心中都有一座美类的嘉义公衆 也希望透过这次创新瓦东 让大小朋友作为发肥对未来的生活 驾驶让我记录美好 让美食教育带动小孩对人们的关怀 发肥无限可能 我想写声也许透过比赛的方式 来让大家彼此再看看我们心目中的嘉义公园 但是我们今天有主题 从2022再想象到2222 未来的200年 你想象的嘉义公园是什么 我自己的嘉义公园是来大家 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来的 我来远足 我来生活 我曾经也来写声过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中 都有那一块自己美丽的嘉义公园 那我想也不只是嘉义公园 我们希望跨都的嘉义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大家写声的地方 大家画画的地方 我们从小我想这样的一个美术教育 也可以带动孩子对人文的关心 更重要还启发孩子的想象力 对未来的想象 它实在是一件超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它是教育的工作 是扎根 我们谢谢美术界的所有的老师 大家用心的扎根 也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孩子在各地的领域里面 都能有这么最好的养分 然后去发挥自己的能量 威家也是平信 即一个陈泽老师标识 嘉义公园是为嘉丹林铺 吃点刺身的地方 净化去看到很多小孩 跟第一个家长在月威 中现嘉义公园刺身的景 这公园从陈辰坡 就一直在这里写声开始 中间停了很久 现在是因为黄市长觉得说 他怀念的地方 应该大家也要一起共同 怀念共同的享受 所以今天大家才能够在这里聚会 看到大家天真活泼的小朋友 跟那么热心的家长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这些跟外东参目人数很多 现当报名人数也一直增加 对了解市民以外 有何关系的民众 共同兴兴并为为嘉义公园的景象 也最近看企业的闻交流 和各地的资源 可以在嘉义公园会计 所以想到面对吃菜后 不得 再讲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暗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 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